你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不是的 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瘦 我们娘俩爱滋肉 他爷俩包 可瘦 就是贵 可瘦 这日子过的 大家看一下 大哥不是我说 你真显得挺苍老的 对 你在这家确实过得不容易啊 你把心生累啊 就是你们这家人 五口人现在是对吧 对啊 就是两个杨贵妃 加三个营养不良 张蕾我得问问 现在你跟媳妇 是分居两地了 她在减肥吗 对不对 对啊 我已经分居两个月了吗 我在床腿减肥后吗 她就在家帮着我爸种地 张蕾你想她吗 想她吗 想莉莉吗 想啊 每天都通视频嘛 我们每天都开视频了 打电话了 发信息了 那你跟她说的 最美好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好听的 挺棒的 是吗 加油 她不会说那种甜蜜语 我能想象你们俩通视频说 你老公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 肯定是说 亲爱的 加油 等你瘦下来 就回来跟我生猴子 我们都看到人家不说话 但是那手在干嘛呢 一直欠的 一上来 这抓的这叫一个紧 两个多月没见了 今天见到莉莉 你这什么感觉呀 她瘦了一百斤呢 很可爱 很喜欢 很漂亮 可以吗 画我的 你俩出门 估计回头率特高吧 你俩 是 每次出门都 好多人笑话她 看她 瞪眼看她 我反过来瞪眼看她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吧 可以啊 真好 但是我在想啊 因为张磊 你一直在一个正常的瘦的环境里成长着嘛 你突然来到这个家庭里 就和这个莉莉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新婚的时候肯定还是有一些不适应 对不对 结婚的时候有点不习惯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习惯 床在小吧 不是 因为我睡觉太不老实了 你知道吗 我睡觉老 翻过来翻过去 老压着她 有的时候压她都喘不上来 他压着我不舒服 我就 一张手扑了她 一扑了她 把我扑了一边去了 我说 我说你上往里一点 他一开始还不习惯 后来不压着我还不舒服 睡不着了是吧 你是不被压着 你就睡不着了 一开始不习惯 那你生命力够完俩了兄弟 你生命力够完俩